这里有两台电脑 左边的这个是Ather的掠夺者战斧500 右边这个是掠夺者刀锋500 SE 都是i9处理器 都是RTX3080 参数数看上去都很无敌嘛 但是 右边这台电脑厚度只有20mm左右 左边这台厚度是35mm 比它厚了75% 而且更离谱的是 这台电脑的适配器有两个 加在一起要2.7千克 而这台电脑整机也就2.34千克 何知这台电脑的充电器比一台旗舰机游戏本都要重了呀 换成一般的电脑小白肯定会觉得傻子才买这台笔记本电脑嘛 只有董行的人才知道 这两台电脑虽然都是i9处3080 但实际上产品定位乃至性能表现完全不同 这配置相同为何差异这么大呢 同样是游戏本不应该是越薄越好吗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两款产品 那么在对比之前 我们先得搞明白 Acer这家公司为什么要推出这两款产品 今年Acer他们一共推出了四款游戏本 分别是《暗影骑士》 《掠夺者战斧300》 《掠夺者战斧500》 以及《掠夺者刀锋500SE》 从入门到主流的是《暗影骑士》系列 有采用AMD处理器的《暗影骑士龙》 和英特尔处理器的《暗影骑士琴》 这两台电脑我们都单独出过视频 而到了中高端 Acer有专门的硬件品牌《Perdator掠夺者》 其中又分为《战斧Helios》和《刀锋Triton》 今年《战斧》一共推出了两款 300和500 《战斧300》看上去正常很多 就是一台大屏幕的电竞游戏本 身材最多算丰满的类型 还是可以的嘛 《战斧500》就有点恐怖了 看看这个身材 我只想按F进入坦克 《刀锋500SE》则看上去内敛很多 这A面甚至有点商务犯 看到这里 相信各位应该懂一些了 这个《战斧300》和500 那就是纯游戏本 专门用来刚正面的 而《刀锋500SE》 它在掠夺者的产品线里 更像是一台全能定位的产品 既能玩游戏 放在办公室里也不显得突兀 适用场景更加丰富 好了 既然知道《战斧500》和《刀锋500SE》的定位区别 那我们接下去再来看被子 就更好理解了 处理器部分 这两台电脑搭载的 都是8核心16线程的i9 不同的是 左边这台《战斧500》采用的是 代K后坠的处理器 这意味着它的频率更高 并且支持超频 两台电脑的显卡其实也有差别 虽然都是RTX3080 都是职业104核心 但是右边的《刀锋500SE》 是8GB显存的版本 最大100W功耗 左边的《战斧500》则是16GB显存 最大160W功耗 内存方面 两台电脑都支持扩容升级 出厂原始容量分别为32GB和64GB 频率均为DDR4-3000来买兆赫兹 硬盘的情况也是类似 两台电脑都是用2个1TB的PM9A1组成RAID0 顺序度写更快 《战斧500》在此基础上还额外包含了一个2TB的机械硬盘 可以存更多数据 屏幕部分 《刀锋500SE》标配的是2K165Hz的电竞屏 色域是100%SRGB 《战斧500》是4K120Hz的mini LED屏 100%DCIP3色域 在分辨率色域上都更高 价格方面 两台电脑售价都不便宜 《战斧500SE》卖19,999元 而《战斧500》更贵 34,999元 这个价格对于钱包和信用卡都是不小的考验 OK 聊完了配置 我猜有的同学更加疑惑了 这两台电脑都是i9 它们俩的实际表现差距大吗? 嗯 具体有多少差距呢? 下面我们通过性能实测来对比一下 先简单回顾一下处理器的参数 《战斧500SE》搭载的是i9-11900H 单核频率4.9GHz 全核频率4.4GHz 而《战斧500》这边的i9-11980HK 在单核多核上都要高出0.1GHz 在Cinebench R20的循环测试中 两台电脑前两次得分都比较高 说明它们的短时爆发性能都还不错 随后 因为功耗限制 分数会下滑 《战斧500SE》稳定在4700分附近 而《战斧500》稳定在5400分 有700分左右的差距 相当于是15%的性能领先 从跑分过程中的功耗记录可以发现 除了第一次跑分之外 《战斧500SE》的功耗基本上在75W左右 而《战斧500》则是在110W左右 对应的频率 《战斧500SE》在3.75GHz 而《战斧500》在4.25GHz左右 接下来是《X265》的视频编码测试 《战斧500》的分数是71FPS 而《战斧500SE》则是67FPS 因为这个测试主要考验的是短时间的爆发性能 因此两台电脑的差距相比R20的循环要小一些 而单核性能部分 《战斧500SE》的R20单线程分数只有556分 明显落后于《战斧500》的621分 回看Log发现 它的CPU最大频率被锁在了4.4GHz 达不到标称的4.9GHz 因此单核分数偏低 可能跟我们这台是工程机有关小 如果能正常跑到4.9GHz 那么这两台电脑的单核性能差别应该不会太大 接下来我们关注显卡性能 在反映DX12性能的3DMark Time Spy中 《战斧500SE》是10385分 而《战斧500》是12886分 分数高了24% 然后是采用DX11的FSE 《战斧500SE》12936分 《战斧500》15498分 得分高了20% Super Procession教室1080P场景 《战斧500SE》6409分 《战斧500》8113分 得分高了27% 在跑分中 100W的3080受功耗限制 频率比较低 以Time Spy为例 平均只有1350MHz左右 而160W的3080 则可以保到1700MHz以上 让我们来小结一下理论性能 《战斧500》对比《战斧500SE》 CPU多核性能有大约高了15% 单核表现则比较接近 显卡性能高了大约25% 主要是功耗给的更足 核心频率能跑得更高 那么理论性能大家已经有个概念了 落实到游戏和生产的应用上 两者会有理论测试里的差距那么大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战斧500SE》搭载了Advanced Optimus 也就是自动热切换直连和混合技术 这台电脑可以通过独显直连提升游戏帧数 而《战斧500》由于不支持独显直连 在高帧率的游戏中会有些吃亏 为了对比更直观 我们把分辨率统一设置成2560×1440 其余不变 来看看两台机器的帧数表现 先来看网游部分 《战斧500SE》最高画质下 2K分辨率 《战斧500SE》可以跑到174帧 《战斧500》只有129帧 另一个帧数更高的进气网游 CSGO也是类似情况 《战斧500SE》能够跑到456帧 而《战斧500》只有351帧 不过热门3V3网游 APEX对独显直连就没那么敏感了 《战斧500》达到了187帧 比《战斧500SE》的157帧要高 单机大作部分 老游戏《古墓令》《暗影》 《战斧500SE》跑到了82帧 《战斧500》的显卡更强一些 104帧 地铁离去也是类似情况 《战斧500SE》是57帧 勉强达到了流畅标准 而《战斧500》高了10帧体验更好一些 但是比较吃硬件的赛博朋克2077 两台电脑都没有达到完全流畅运行的标准 在特效全开不开启DLSS的情况下 《战斧500SE》只有38帧 《战斧500》也只有51帧 不过 RTX3080支持DLSS 在开启后 两台电脑的表现都能符合畅玩的标准 简单总结一下 在游戏这个部分 《战斧500SE》支持独显直连 高帧率网游像CSGO这种 帧数会比《战斧500》更高 而《战斧500》的显卡功耗给的足 同分辨率下 玩大型单机游戏会更流畅 如果《战斧500》通过连接外屏实现独显直连 那肯定能够在游戏上完善刀锋500SE 我觉得独显直连对于30系的游戏版来说 还是很有必要的 希望红旗能够在下代的产品里全线支持 再来看看生产力方面的表现 Adobe 3件套的结果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本来我以为《战斧500SE》的成绩 肯定是弱于《战斧500》的 结果实测Photoshop只差了48分 A1只差了17分 几乎可以说是测试误差了 而PR部分 《戴斧500SE》甚至还要高了70分 到了反应工业软件性能SPEC Vue 2020测试中 《战斧500》的显卡高功耗加大显存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各个项目中的分数都比《戴斧500SE》更高一些 总的来说 生产力应用部分 两台电脑的差距并没有游戏里那么明显 注重单核性能的应用力 两台电脑的表现几乎没有差距 如果是看重显卡的3D类软件 那《战斧500》会有一定的优势 好了 性能实测了解过了 那我们回过头来对比一下两台机器的外观 第一个差异是体型 《戴斧500SE》重2.34kg 厚19.3-21.4mm 《战斧500》光机身就重3.99kg 厚度也是多了将近一倍 35mm 另外它还得使用两个330瓶的适配器进行供电 单个重量1.19kg 连着支架则是2.7kg 光适配器就要比《戴斧500SE》重了 第二个差异是外设 《戴斧500SE》的方向键为全高 没有数字小键盘 它的键程偏短 打字手感很一般 而《战斧500》在键盘上就要做得更好 标准方向键加数字小键盘 键程也更长 打字手感明显更舒服 另外它的WASD键和方向键可以更换成压杆轴 在赛车游戏里可以实现线性操控 此外《戴斧500SE》采用了现在常见的一体式触控板 左上角集成了指纹识别 手感中规中矩 《戴斧500》则是经典的尸体按键触控板 虽然整体手感一般 但是操作效率高 最后一个差异是接口 《戴斧500SE》有两个雷电4 两个USB 3.2振2速率的A口 还有RG45网口 3.5mm耳机接口 HDMI 2.1和UHS-1的SD读卡器 《戴斧500》相比《戴斧500SE》多了一个USB A口和一个迷你DP 但是SD读卡器却被省略掉了 在轻薄本上 薄往往意味着接口少 但是在游戏本上却不一定 从这两台电脑的对比可以看出 现在推出的宝款游戏本的接口未必会比后重型的少很多 开头我们也提到了 这两台电脑的屏幕规格也有差别 《戴斧500SE》是比较常规的2K 16Hz IPS屏 而《战斧500》则是4K 120Hz的广色运迷Led屏 至于为什么要装样搭配 我觉得主要原因在于 《戴斧500SE》的显卡功耗低 显存率更小 带4K屏比较吃力 2K屏可以更好坚固高超新率和分辨率 而《戴斧500》的显卡功耗更高 本身的定位也偏向于极致性能 自然也应该选择更顶级的4K miniLED屏 下面进入实测 色域部分 《戴斧500SE》的色域容积为103.6%的sRGB 色域覆盖98.3%的sRGB 而《戴斧500》要广得多 色域容积101.4%的DCI-P3 色域覆盖96%的DCI-P3 但是广色域屏如果不较色的话 往往色准不太理想 在对应的色域下测试 《戴斧500》平均DLT-E3.03 最大DLT-E6.5表现一般 而《戴斧500SE》就要好很多 平均DLT-E1.16 最大DLT-E2.06 不过到了亮度这边 miniLED就是碾压级别的优势了 《戴斧500SE》屏幕的最大亮度是538nit 其实已经很亮了 但是《戴斧500》还要更亮 默认状态下最大亮度625nit 开启HD20则可以达到全屏830nit 局部峰值亮度更夸张 实测最大可以达到1130nit miniLED的另一个优势就是高对比度 在显示高光时足够亮 在显示阴影时也能够足够黑 不会像普通IPC面板那样看起来是灰色 最后是很多人关心的调光方式 《戴斧500SE》采用的是全亮度DC调光 而《战斧500》则是全亮度1250Hz的PWM调光 因此 miniLED的屏幕在视频里看上去会有屏闪 实际上因为它的频率很高 肉眼是观察不到的 在我看来 这两台电脑搭载的都是好屏幕 但是侧状脸有所不同 《戴斧500》SE的刷新率更高 色域比较标准 色准更好 而《战斧500》的miniLED屏则是在参数上更顶级 在亮度和对比度上优势明显 但是色准调校一般 最后我们也把它们都拆开 来对比一下两种类型的笔记本的内部结构 《战斧500》用了快拆设计 因此可维护性向流更高 只需要拧下这里的两颗螺丝 取下快拆板即可完成内存和硬盘的更换 但是如果需要轻挥维护 则需要处理大量的螺丝和排线 取下电池后还得处理隐藏的排线和螺丝 最后连着机械硬盘一起取下中框 才能看到完整的内部结构 《戴斧500》SE的可维护性更差一些 因为它的主板是倒装的 内存和硬盘都在正面 取下后盖后不能进行任何操作 如果需要换硬盘 轻挥换硅脂 那需要先把主板整个拆下来才行 拆解的时候要断开所有的螺丝和排线 注意右上角的平线下面还有一颗隐藏螺丝 然后才能取下主板 这两台电脑对你的拆解技术都有一定的要求 如果你不像我一样身经百战 那我建议你没事不要自己动手 把维护工作交给服务站完成就行了 下面来看一下两台机器的内部构造 这里是他们的电池 《戴斧500》SE是99.98瓦时 而《戴斧500》的电池反而更小 只有74瓦时 续航时间上 《戴斧500》SE是6个小时45分钟 《戴斧500》则是3个小时37分钟 《戴斧500》的功耗太高了 电池的存在性质更像是一个小型的UPS 主要是用来断电的时候硬个集 这个位置是硬盘 两台电脑都是1TB的PM9A1组成RAID0 实测速度相差不大 小容量的连续读写 两台电脑都能突破5位数 大容量的HD-Tune测试 《戴斧500》的环内读写都在8500左右 《戴斧500》SE稍微低一些 在7500左右 另外《戴斧500》还有一个2.5英寸的硬盘位 默认搭载了一块悉数的2TB机械硬盘 如果需要也可以自行更换 内存插槽在这里 《戴斧500》SE是32G 3200MHz内存 《戴斧500》则是64G 3200MHz内存 都是双面颗粒 4个Band Group 两台机械都运行在3200MHz的模式下 是色跑分差异不太明显 接下来是无线网卡 两台电脑搭载的都是杀手AX1650i 是英特尔的AX201的套娃版 支持WiFi6 最后来比较一下散热 《戴斧500》SE采用的是三风扇四热管的散热设计 其中两根为主热管 另外两根用来给供电和显存散热 三个风扇中有一个采用了金属扇叶 官方称之为第五代3D刀锋速冷风扇 可以提供更高的风量和更低的噪音 戴斧500的散热更加凶猛 它采用了两个金属风扇加三热管 加大面积VZ均热板的散热模组 如果从侧面观察 它的齐片面积也要比戴斧500SE大得多 散热能力会更强 从拆解环节不难看出 两台电脑由于体型的差异 散热设计和扩展性也不相同 戴斧500SE的机身更薄 并且采用了倒装主板和大电池 内部看起来更加紧凑 但同时也增加了维护难度 战斧500则奔放了许多 散热模组的体积更大 带有快拆设计 还多了一个2.5寸的硬盘位 维护扩展比较方便 但机身也更厚了 最后是两台电脑的散热效果对比 室温25度 关闭AVX512 单烤FPU 两台电脑的温度都是100度 刀缝500SE功耗70.5W 频率3.6GHz JF500的功耗93W 频率4.0GHz 单烤显卡 刀缝500SE的显卡是67.9度 功耗100W 频率1365MHz 而战斧500 则是75.6度 功耗160W 频率1725MHz 双烤 刀缝500SE的CPU维持在100度 60W 3.4GHz 显卡69.8度 75W 1080MHz CPU加显卡的总功耗是135W 战斧500的功耗设定就要接近很多了 CPU维持在65W 98度 3.3GHz 显卡82.5度 160W 1695MHz 总功耗为225W 表明温度看图 刀缝500SE的最高温出现在了数字9件 43.2度 高温主要集中在中间区域 WASD件35度左右 空格件37.3度 战缝500的情况也差不多 中央最高42.3度 WASD在34度左右 空格件37.2度 噪音部分 两台电脑的满载人为分贝值都在54分贝左右 刀缝500SE这边的风扇更小 声音会更细更尖 而战缝这边的声音则更浑厚 另外 这两台电脑都带有风扇转速拉满的强冷模式 开启之后 这两台电脑的功耗变化不大 温度小幅度下降 由于它们在强冷模式下 显卡都会自动进行小幅度超频 因此GPU频率也会比其前高一些 表明温度部分 刀缝500SE整体下降了3度左右 最高39.4度 WASD32度左右 而战缝500则非常凉快 最高只有33度 WASD和涨拖位置则是冷却到室温水平 当然 强冷模式带来的噪音也不可忽视 刀缝500SE57.4分贝 战缝50063分贝 简直直升机起飞 总结一下 这两台电脑的散热表现同样和体型成正比 刀缝500SE比较轻薄 因此功耗设定偏保守 表明温度稍高 性能模式下的噪音和战缝差不多 而战缝500的体型非常厚重 功耗设定就很激进 225W的总功耗比刀缝500SE高得多 不过我仍对它有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 比如说CPU温度很高 以及强冷模式下风扇太吵 希望下一代能改进一下 看完了上面全部的对比内容 相信你们对这两个品类的游戏本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下面我们就来简单总结一下 首先 这两类游戏本对应的配置其实是大同小异的 都可以搭载最新最强的移动端处理器 最强的显卡 大容量的内存和一固态硬盘 而不同的是 两种笔记本的体型差异导致了性能差异 即便使用了同样的硬件 但由于保款游戏本的内部空间小 无法承载体积更大 导入能力更强的散热模具 因此在功耗上会比肌肉游戏本略低一些 同时 内部空间小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部扩展性 在升级潜力方面会更弱 并且肌肉游戏本因为不需要考虑机身的厚度 在外设 接口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比如战斧500搭载了更亮的miniLED屏幕 配备了实体按键触控板 还用上了键程更长的键盘 甚至有特殊的压力感应按键 这些都是保款游戏本不具备的优势 不过保款游戏本相比在便携性方面更好 同时保款游戏本很多会配备PD充电 在不需要使用高性能的场合 用一个手机充电器就能给电脑虚命 整体的便携优势进一步提升 我个人觉得 类似战斧500这类后专型的游戏本 更适合那些使用场合比较固定 需要使用高性能设备 又不方便使用台式机的用户购买 而刀锋500 SE之类的保款游戏本 更适合那些需要在多点之间移动 并且同时需要高性能电脑的用户选购 最后这两台电脑的优缺点 我们按照自己的惯例总结给大家 恭各位参考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来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笔八屏测师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们明天都会在里面聊一款电脑 这两台电脑或许良心或许坑爹 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交流买本性得帮助电脑小白 这里是笔八屏测师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吧 这个mini LED是烫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下期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